3 2 1 請觸碰 在倒數聲中 大同燈區正式點亮 響應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 大同區公所將大稻城迪化街區 從南到北變成浪漫燈區 以愛戀稻城為主題 裝點光影繽紛的心願樹 炫彩迷幻的星星相映燈 還有溫暖可愛的幸福之樹 點燈儀式中 市議員與多位大同區里長和地方人士都到場參加 現場熱鬧非凡 這次非常開心 市政府採用這樣一個遍地開發的方式 讓台北市各個地方都變成這樣一個展區 那畢竟台北市每一個區都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相信我們大同區 絕對是12個區裡面最有特色 大家共同嗎 這邊燈區特別漂亮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迪化街友有非常傳統的特色 不只是建築非常的美 老街特色也是台北一級棒 所以再加上這麼這麼美的燈區 這邊真的是值得大家一逛 今年我們的迪化街真的特別不一樣 就要感謝我們企工所跟我們的商業處 今年給我們電話給不管聯合大街也好 包括我們這次的燈節 三大燈區中為在永樂廣場的新院樹以多層次框架組成愛心 內建復古紅燈籠充滿節慶氣氛 大稻城公園的新興相應燈搭配兔子燈飾 吸引市民朋友來拍照留念 十連動的幸福之樹則是以溫暖的毛線編織 融合大稻城的產業元素與文化氣息 另外迪化街建築上還有商業處佈置的五支福氣蒙兔 天蓬燈籠 讓燈區充滿可愛繽紛的年節喜氣 2023台灣燈會在台北是睽違23年之後 再回到台北來辦理 這邊要登特別報告的 以往不同的地方是以前都在單一行政區辦理 今年已經由城市郎帶的方式 由台北101開始次政府然後經過國父紀念館 然後遍級到十二行政區以遍地開發的方式 呈現各區的特色來讓市民朋友來欣賞 展期是2月5號到2月19 當然我們大同燈區就在大稻城地區 我們分別設置在永樂廣場 還有我們的大稻城公園 還有我們的十連洞 主要是以愛戀稻城為主題 我們分別設置了心願樹 星星相應燈 還有幸福之樹 主要希望以幸福 愛情的概念來傳遞給市民 希望市民能夠接受到祝福 能夠心想事成 那當然這一次的活動 我特別要感謝我們峽海城隍廟大力的支持 還有里長 還有在地的商圈店家 里長頂力的支持 點燈儀式現場公文雪泥幼兒園小朋友 穿著可愛兔子裝帶來新春祝福表演 燈節期間 永樂廣場上的萌兔扭蛋機 還有每天兩百份的限量好禮現場鈕 歡迎民眾來賞燈 一期扭轉好運幸福一整年 記者臨期會台北報導 再次收醫生 如果讓林歇長